兩區的問題 我們要來請教馬英九總統 馬英九總統 你在哪裡 3月22號 你指派的吳伯雄 在北京 提出一國兩區 引起我們很大的風波 也引起很多反對的聲音 包括我們的立法委員 在國會質詢相關的官員 國安局長說他不知情 陸委會主委 也說他不知道一國兩區的事情 那引起這麼大的事情以後 馬英九總統從3月22號到現在 已經五天了 我們等了五天 一直等不到馬英九總統 針對大家這麼關心爭議的問題 而且問題來自於你所特別指派的 全權權代表吳伯雄在北京的談話 所引起的 馬英九總統 你是不是應該要出來說清楚 講明白 第一點 你為什麼主張一國兩區 受你全權指派的代表吳伯雄 地點在北京 在胡錦濤的面前 他提出一國 這個一國還有哪一國嗎 那當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請問中華民國在哪裡 你怎麼可以在這種場合 在北京在國共論壇 在胡錦濤的面前 你的全權代表提出了一國 這一國把中華民國埋葬 你投懷送暴 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需要你就這一點 說清楚講明白 再來相關的主管 我們的國安局長說他完全不知情 我們的陸委會主委也說他不知道 提出一國兩區的這個事情 可見這麼重大的關係到台灣未來了 居然是國共兩黨私相授受嗎 難道 居然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總統 你救我們國家 救台灣的未來 你是要用黨對黨 兩黨的密室 然後就要來決定我們的未來嗎 國共兩黨可以決定 2300萬台灣人民的國家主權嗎 我們需要馬英九總統 你要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已經五天了 從3月22號到現在 馬英九總統又跟瘦肉精美牛的問題一樣 又躲起來當宅男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要再次的呼籲 我們在這裡要再次的呼籲 針對一國兩區 我們從頭到尾就呼籲馬英九總統 要出來面對 要出來向全國的人民說明 但是等了五天 請你說清楚講明白 請你說清楚講明白 請你說清楚講明白